明鳳 怎麼看信賴團隊現在賴系一統天下 其實這個內閣就是賴清德自己做行政院長 就是說 就總統制了啦 就是總統兼實質的行政院長 因為他這個東西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趨勢 一個就是從他競選總部以頭衍生出來的 就是包括立法院這個行政院的三長 幾乎都是他的舊友的競選團隊 那這個所謂的論功行賞或是這個有功勞的應該都是有位子 然後當然這就他的運作而言呢也是他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說卓文泰是民意代表出身的 他一直也做民意代表 通常也沒有做過行政首長 但是他的溝通跟這個執行能力很好嘛 因為這個曾經有一個過去的前部長跟我說 這個歷任的黨主席沒有人過年 因為那個部長之前有出點事 然後過年的時候沒有人寫過信用課年卡給他 唯獨卓文泰那一年他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有這個顧及他的心情寫課年卡給他 所以然後這個行政院也會講說 他離開行政院秘書長的時候是唯一會寫這個卡片給他共識同仁的人 所以他對內部的這個行政院的這個人脈或是這個熟悉的領導力是沒有問題 執行力也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沒有做過行政首長的這個人選呢 他就是對於一些政策呢是比較可能是沒有比較全盤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賴清德本身對於政策有非常多的這個意見 他有非常多詳細的這個藍圖在他的腦袋裡 所以他不需要一個也需要動腦很多的這個行政院長 他只要需要一個很會執行的行政院長 秘書長呢因為他明明就是一個財經專業 你突然要叫他去做一個溝通的工作 那我覺得就是有點怪怪的啦 那我覺得但是這個部會首長看起來雖然沒有就是幾乎是他比較熟的這個熟悉的人選 都是南部啊或是或是這個派系 就信賴團隊啦 對 對組成的嘛 所以說這也是也可以直接指揮的部會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看你看整個時機啊 因為你這樣的所謂三個三掌擺出來 所以社會的疑惑度很高 那你未來就要看你這個實際的戰績出來之後 告訴你大家你是用對人還是用錯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嘛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看你未來賴清德 就我感覺賴清德事實上給這個社會傳達的訊息是 這個是信賴團隊就是第一件事 這樣不算錯誤解讀嘛 那第二件事是台灣的雙首長制 確實比較傾向總統制 那確實選票給的是總統 那行政的政策或者執行 照理來講總統也應該承擔比較大的面向 那這裡頭當然也有成跟敗 就像美國的總統會去國會做國情諮詢 那他會說明他的政策 可是政策也可能引來支持引來反彈 這個很難說 所以這會使得他未來施政的 起落可能跟他個人比較綁在一塊 就是連帶關係比較大嘛 我覺得說你現在提到林佳龍怎麼樣 林佳龍我覺得他可能就是在立法院 政府院長的時候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啦 他就去私底下林 那講白了賴清德跟他的關係呢 可能怕也不到信任的 就是說信任 也不說不信任啦 信任比較低的程度 其實從林佳龍的學歷也好 或是過去的經歷國安會 國安會諮詢委員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在外交上面不是不專長的 他是莫名其妙要跑去選了台中市長 然後去搞內政的什麼東西 然後想要選台北市長 選新北市長或是怎樣 那其實在外交上面 我覺得他包括他的英文啊學歷啊 或是這個做外交的工作 我覺得他是適合外交部的 只是外交我們的外交部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常常斷交 他未來會再去選選舉的時候 會變成一個名號跟著他這樣子 因為林佳龍是要選總統的人 所以他對於外交部這個位置 他會如此的排斥呢是有道理的 賴清德三次叫你去了 如果你不去的話 那你等於是就是以前的抗旨了 那所以說我覺得你好歹就把這個位置領下來 過了這陣子再說嘛 因為這個內閣大家看起來 到底是會撐多久也不知道 因為像第一次這個蔡英文的內閣 也是只是撐到隔年的幾月而已嘛 沒有喔 我後來閱讀了一點資料 林全撐了一年多 對啊 對啊 撐了一年多啊 滿週年也不錯 而且林全本人沒有出大包 林全當時我記得 他比較大的政治壓力 大概有兩三個 譬如說年金改革有很大的反彈嘛 因為軍公教跟官僚體系都是相對 年金受到影響的嘛 然後第二個我記得是一例一休 跟勞動的 對勞動部的 某些議題 勞方可能也不滿意 資方可能也不滿意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林全本人並沒有出大必安 就賴清德來講 他整個東西還是想要這個經濟啊 拼台灣的半導體等等 這個親自下場做行政院長實質負責 也是是一個新的體驗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